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8月10日 假成年7月初期 今天是七夕节 祝大家七夕快乐 今天是正式课中庸第八讲 我们今天讲第十一章素饮章和第十二章肺饮章 这堂课很重 重是讲课的压力很大 因为不大容易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好 我试一下麦 然后我们三点钟准时开始 一会儿见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8月10日 假成年7月初期 七夕 七夕在我国的传统节日中 是牛郎会之女 但七夕在道家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好吧 今天我们不讲风险迷信 我们还是正式课 我们中庸的第八讲 第八讲我们讲第十一章素饮章和第十二章肺饮章 因为在中庸里边呢 这是一个重要转折 就是前十章讲完之后 第十一章素饮章算是对前十章的总结 而第十二章肺饮章 是对中庸以下部分的一个开篇 这两章具有启程转合的意义 虽然都很短 中庸整个也就是三千五百字而已 但这两章呢 就在哲学上的意义非常重要 我其实整整一个星期 一直在反反复复的阅读和思考 我希望我能将中庸的本意 有一个充分的表达 另外此两章可能不仅仅是对中庸有用 对我们每一个修习中庸之道 来学习儒家的人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尤其这个素饮章极为重要 好 我先给大家念一遍素饮章 紫月 素饮行怪 后世有树言 五福为之 君子尊道而行 半途而废 五福能以以 君子依乎中庸 顿世不见之 而不悔 为圣者能知 我先通解一下子 此章的含义 怎么说好呢 这一章 属于 孔子的叙述 圣人的叙述 圣人在说什么呢 圣人在说体用之论 其实体用之论是大在问 孔子用一段冒形长的话来讲体用 体用之论 它其实是有很深层的意思的 这里边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成语 素饮行怪 我先说这个素字 素 我是把它当通架子来解的 素呢 用的是普素这个素字 但通常你可以将之理解为 素源的素 三点水一个朔 上素到几千年 就是追讨 追索的意思 素饮行怪 此处应有所指 春秋末年战国初年 朱子百家争名 朱子百家做学问 有的走的是中道 有的走的是素饮行怪 而素饮行怪有没有用呢 在科学上 它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隐是属于看不见 或者是不容易看见的事物 内在和外在 内在是指着事物的本质与规律 外在 比如说像是气这样的东西 就属于不大容易看到 比如说天体运行 对自然的影响等等 都是不大容易看到 体会和发现的东西 孔子在这里边说了什么 他在在乎体和用的关系 他并不是反对别人素饮行怪 素饮行怪后世有树烟 就是素饮行怪 这样的事情 去追溯那些 研究分析那些不太容易发现的问题 以至于行为上 与众不同 这些人呢 用一个词来叙述 就是有一点点标心利益 他会引起社会的关注 会被大家重视 后世有树言 他会被记录和记载 成为宏饥一时的现象 孔子说 无福为之以 我呢 就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么不做素饮行怪的事情呢 做什么呢 孔子认为君子因尊道而行 就是老老实实 按照中庸之道 研究思考和做事 为什么有人要素饮行怪 因为体用之间 有着巨大的不同的现实意义 用 有用 才能有现实的意义 而你研究的体 其实多数不能实际运用 从而没有现实意义 所以就有下边这句话 君子尊道而行 半途而废 无福能 以义 君子尊道而行 怎么会半途而废呢 因为你尊中庸之道 思考 行为 往往没有计时的功用 不能马上变成钱 你必须兵出险册 兵行险册 你必须特立独行 你必须标新利益 你才能有现实的功用 你比如说 你要提出一些新的东西 可能 这个王 可能执政者 才会觉得 这个厉害 这个厉害 创造性名词 新概念 这个厉害 很多君子 是真的君子 不是小人 他们想尊道而行 但是尊不下去 因为在现实中 他没有表达出 他应有的意义 不管是出于财富的意义 不管是名利的意义 不能表达 不能表达 那君子就办不下去 所以半途而废 可是我呢 却不会停下来 这两句话 表达了体用之间 孔子在乎的是体 而不在乎用 重复 这是本文非常重要的 本体论的范畴 就是体用之间的 不同的意义 中庸之道 视为体 能不能用 当然能用 但他不像 邪门外道那样 雕心立意 立竿见影 立刻就会引起 大家的反响 甚至狂呼 甚至可以马上红起来 孔子在这里边 将此事的选择 上升到了 圣者的高 君子一呼中庸 你如果是个君子 你一呼中庸 顿事不见之 而不悔 你要是一呼中庸之道 你可能 就沉默在这世上了 不被大家知道 而你呢 并不因为你 一呼中庸 不被大家知道 没有明 没有力 而后悔 这样的事情 为圣者能知 做这种事情 只有圣者才能坚持下去 举个例子 现在大家都开始开自媒体 开自媒体 讲什么 最容易赚钱 讲投资 或者是讲一些 这个热点 触碰热点问题 比较容易引起重视 讲经典 讲经典行吗 讲经典 是体用之间 回归本体论 在本体论上下功夫 它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所以可能大概 很多人都觉得 此事没办法搞下去 这让我想起了教员 关于儒法之争的一段话 教员说 你看 法家出了那么多大政治家 你再看儒家 有没有大政治家呀 有没有儒家的大政治家 改写了历史啊 改写中国历史的 主要都是法家 当然 其他的 诸子百家 包括墨家呀 道家呀 也能在他们 不同的领域里边 发挥他们一定的作用 教员这段话 说的是不是事实 是事实 那么请问 教员 重视不重视儒家呢 教员只有两个女儿 最疼爱的两个女儿 一个叫李敏 一个叫李娜 这个敏和娜 都源于论语 是孔子的话 我甚至认为 教员是中国的 儒学修养 在当代的一个巅峰 我甚至认为 本体论之论 也是我国新学发展 之所以能够 回复 500年前新学 可以 重新 回归 儒家 本源 再次 生发 为中华民族 提供重要的思想武器的 一个重要的节点 就是我们 在体用之间 高度重视 本体论 不是不重视 用 儒家的缺点 在这个地方 就是不是 不要重视用 而是体用结合 当然 能回归本体 追溯本体 而不在乎 一般用的意义 为圣者能知 在中国的概念里边 没有神 没有神 神是什么都知道的了 一会我们看 《废隐章》就知道 因为《废隐章》是紫思写的 紫思说 夫妇之鱼可以知言 夫妇之不孝可以行言 而圣人又说做不到 他实际上是将 人之极处 表达为圣人 而不是 将人和神 做区隔 这更是儒家的 高明之处 也是 儒学的 高贵之处 在讨论 中庸 素隐章的时候 我必须重塑 素隐章 讲的是 中庸之意义 紫思在编排 中庸的时候 在第十一章 结束前十章的 开篇 中庸开篇之后 以如此的状况 来谈素隐问题 他其实是在 讲述中庸的意义 为什么中庸如此之难呢 为什么中庸很难执行 是因为 在体用问题上 大家对体的执着 是不够的 只有圣人 才能坚持 因为顿势不见之 而不悔 这个非常难做 有些人完全不愿意 做这种事情 因为 他更喜欢 做一些小技巧 做一些小技巧 这个特立独行 交心利益 所以呢 很快引起 注意 很快产生功用 这个 不是宋人 不愿意这样 君子都不愿意这样的 但是君子一道而行 很难往前走 所以会半途而废 这样呢 圣人也不会半途而废 那么圣人才能 为圣者能知 能什么 为圣者才能深刻的把握 本体论 掌握本体 那么什么是本体呢 我们将在第十二章 废影章做出解释 请务必注意 为什么要强调 本体 只有正道 方可无限大 只有正道 方可 无限九 无限大和无限九远 非正道所不能成立 这也是 为什么自儒家 横空出世之后 直到今天 我们仍然在讨论 儒学和儒家 虽然他 多次被贬损 被淹没 但他并没有死去 依旧不朽 并且仍然成为中华民族 思考的 思维的 哲学的 底色 哲学的根基 道理 就在于此 何为本体 为生民立命 为天地立心呢 你既然是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你就不是为你立明 也就不是为你而牟利 这样艰难的事情 当然只有圣者能知 因为超越世俗名利的人 才能成为圣者 请想 人心为威 道心为威 为精为允职 绝衷 有真实的 现实的利益吗 没有的 确实是圣人 才能做到 圣人 没有私利 所以 为圣者能知 这一章 极为重要 圣者 在乎本体 以本体之道统 来 匡正天下 他不介意 实用部分 不是不需要实用 而是本体远远高于实用 当然 这也构成 儒家 此后 2500年的问题 就是 儒家 漂浮于世俗世界之外 他的实用性 没那么强 所以 宋朝宰相道普说 半部论语 治天下 就有人说 我读过论语 从头至尾 没有一句话 讨论的是 治天下的方法 那么为什么 半部论语 就能治天下呢 因为论语是本体论范畴 他讲的是 天理 伦理 没有天理和伦理的叙述 学理何来 法理何来 治理何来 中国的一部论语 是中国后世 所有法律的依据啊 没有这部论语 作为伦理的基础 法律从何而来 你懂得 圣经上 讲的那些 方法的内容 也是极少的 用的内容极少 但是 圣经 恰恰是 西方世界 法理逻辑的基础 可能 中庸在第十一章 所阐释的 本体论算筹 或者是本体论的意义 就在于此 我希望我今天能把这个事情 讲清楚 说明白 好吧 其实我没讲完 我先进入废隐章 然后最后 我再做统一的整合 废隐章 我先念一遍原文 废隐章 是子私之论啊 是子私的话 君子之道 废而隐 夫妇之鱼 可以语之言 及其智也 虽圣人 亦有所不知焉 夫妇之不孝 可以行焉 及其智也 虽圣人 亦有所不能焉 天地之大也 人忧 有所悍 故君子语大 天下莫能载焉 于晓 天下莫能破焉 诗云 愿非利天 愉悦于焉 言其上下查也 君子之道 造端乎夫妇 及其智也 查乎天地 其实读中庸的困难 就在于此 因为 2500年前 其实他们聊天的内容 可能远不至于如此 但刻在诸简上 也只能是 这么简单 如你不能还原 当时的 历史状况 春秋末年的历史状况 如你不能还原 圣人们 对 自然 对社会的思考 你很难去理解 上一章 第十一章 素颖章 孔子说了 中庸之道 的意义 那么这一章 开启中庸的下半部分 子思 要讨论中庸的本质了 那么什么是 中庸的本质呢 中庸的本质 是一个方法吗 它是方法论吗 当然不完全是 它是世界观吗 是有一点道理 它是人生观吗 有一点道理 是的 所以 在废隐章里边 开篇就说 君子之道 废而隐 何为废 弥漫之语 就是很大 很大 无边 无际 废弥漫 弥漫而已 何为隐呢 就是很小 很小 很小 细微到 你无法触摸 看不见 君子之道 大到无边 细微到 看不见 开篇 此词就说 君子之道 弥漫天气 而细微到 无法触摸 和看见 中庸是一个 非常优秀的哲学著作 他上来 提出论点的时候 他实际上 已经完成了 一个辩证 一会儿呢 我们在逐层 接触 中庸的本质 为什么说 夫妇之鱼 可以 与之言 就是普通的 男人和女人 其实 并未拥有上等智慧 但是你可以给他讲中庸之道 他能够知道 他能够理解 因为每一个人生活中所经历的 人和事物都有符合中庸之道的那些事情 比如说 春耕秋收 他就是中庸之道 他是自然规律 你不能冬天去耕种 你也不可能春天去收割 所以自然的规律 所以天道和人道 你能看到 他是符合中庸的 是愚夫愚妇 是可以明白理解和照着做的 但是极其至也 到了极端的情况下 到了极其深处的情况下 不要说愚夫愚妇 不能理解 所以圣人 因为一有所不知言 好多人说 圣人都不知道 是的 这就是儒家的高贵之处 圣人首先是人 不是神 所以他有不知道的 比如说孔子 对宇宙运行的规律 就不是很懂啊 比如说孔子 对人体解剖 就不是很懂啊 到了极大处和极微处 圣人 亦有所不知言 我一直认为 子思非常了不起 就是子思在第十一章 废隐章开篇 他提出了宏大的哲学命题 君子之道废而隐 废弥漫整个的宇宙 隐 你看不见 细微到你找不着 夫妇之余 都能知道一部分的中庸之道 但是到了极致 究竟 就算你是圣人 你是我爷爷 孔子 你也不一定知道啊 比如说宇宙运行的规律 这个太阳黑子 比如说黑洞 你知道吗 比如说人体解剖 细枝末节 比如说人体中流转的 比如说液体 气体和电 你懂吗 所以 圣人亦有所不知言 第二段 很有意思啊 夫妇之不孝 可以能行严 愚夫愚妇 有可能他们也不算是很好的人 不孝 不孝之夫妇 就是他们也未必是真的那么善良 那么优秀 他们也能做到 也可以履行中庸之道啊 但是 极其之言 到了身处 到了极致 到了究竟 圣人有时候也未必能够做到 是真的是这样啊 圣人有时候也未必能完美的履行中庸之道 你知道中庸之道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啊 我们当代的圣人 我们的教员 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能完美的履行中庸之道呢 我看 是有可以讨论的空间的 并不是每一件事情 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 不然的话 教员最后一次的革命就不至于 以不胜不败而告结束 所以留下了一大堆的事情 文化上的事情 需要我们这代人继续将它做好 继续将它做好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事情 圣人都能完美的履行中庸之道 你看紫色的气魄 君子之道废而隐 夫妇之余可以亦之言 极其智也 随圣人亦有所不知言 夫妇之不孝 可以能行言 极其智也 随圣人亦有所不能焉 这个圣人不知 圣人不能 他不是在否定圣人啊 他是在揭示中庸的本质啊 那么何为中庸的本质呢 子思说天地之大也 人悠悠所悍啊 天地太大了 宇宙太辽阔了 天地之间 宇宙之间 隐含的本质于规律的问题 是我们要不断去认知的 我们认知是有限的 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 此处 通过对圣人不知于 圣人不能 提出认知的无限性 和认知的持续性 就是认知过程 是一个永恒进化的过程 动态的 就是对中庸啊 他谈中庸的本质 中庸的本质 是一个反复认知的过程 由此 你知道我在总结新学的时候 用的是正心以忠 请不要告诉你自己 你在中间啊 我说了 你不能叫蒋中正啊 你说的那个中正是偏的 认知过程从未停止啊 必须不停的正心以忠 这才是中庸之道 中庸的意思是在不停的认知之中 不断的调整自己啊 虽 天地之大也 人忧有所恨的 圣人不能天地之大 人忧有所恨 中庸 不是结论 中庸之道 是一个过程 您今天听这堂课 一定要记得 这是中庸的本质 中庸的本质 因为愚夫愚妇知道的是一般人所知道的常识 真正的本质规律是在不断探索和发现过程中 完成不断的纠正 不断的正心意中 不断的修身意合 宇宙运行 身体的使用 人心的体验 有其内在的逻辑规律 即便是你已经认识过的宇宙运行的规律 你已经发现了身体使用的规律 你已经开始触摸到的人心 他仍然在疲变 他有他内在的逻辑规律 中庸之道 不是恪守 请注意以下陈述 不是恪守固有的审美 不是恪守别人给你的逻辑 不是恪守别人已然认知的规律 然后你 升班硬套 比如说新自由主义 那些教条能升班硬套吧 为什么 毛泽东在红军时期 能挽救党和红军 因为他没有升班 28个波尔什维克从苏联带回来的那一套逻辑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罗霄山脉中断 在那个地方建立根据地 并且开始了自己 艰辛的创业历程 毛泽东是在总结呀 在发现在总结 那些内在的规律啊 他没有照班 所有照班的人都被碰得头破血流 湘江血战 根据地不是这样建的 战争不是这样打的 革命不是这样获得胜利的 他有他内在的规律 并非教条本本上面 主观主义的东西 我今天讲到第十二章 废影章的时候 你应该知道子思多么的厉害 子思说圣人不行 圣人有所不知 圣人有所不能 天地之大 人悠有所悍 他在说什么 请每一个真正的君子 读中庸的时候 要学会实事求是 你能够比圣人还厉害吗 圣人不知 圣人不能 你知 你能 你是神 所以你就知道 当一种理论 一种学术 被推上神坛 搞出迷信的时候 必然出差错 你以为 那些知识分子们 那些优秀的人们 那些被捧到圣坛的人 不是愚夫愚妇吗 第十二章 废影章 开篇 说大道啊 君子之道啊 废而寅 愚夫愚妇 他可以让他知道 但是到了极致 圣人 亦有所不知 夫夫之不孝 他都能做一点 都能行 履行一部分的中庸之道 但是到了极致 到了究竟 圣人 亦有所不能焉 你看 说了整整十章 中庸之道 到了素隐章 孔子 说出中庸的意义 到十二章 转折奖 废影章 此次 开始讨论 中庸的本质 中庸之道 是告诉你 什么是对和错吗 不是啊 中庸之道 我们日常被大家所说的 中庸是活西泥 是这样吗 错了 你读第十二章 废影章 你就知道 子思告诉你 中庸的本质 是怀疑啊 是探索啊 是实事求是啊 因为 本体论在你心里 在你手上 你需要在实际之中 重新寻找 事物的本质规律 事物本质规律里边 最核心的部分 是那个平衡点 也就是我们 西方哲学所说的 同一性啊 毛泽东后来写 矛盾论和实践论 他要找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东西啊 与其说 它是从西方哲学 搬来一些词汇 就本质而言 矛盾论和实践论 所要表述的 仍然是儒家哲学的本质 主要是中庸之道 只是教员 为了避免新文化运动 打倒孔家店之后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 在建国之后啊 在很长一段时间 用 马克思列宁主义 弘扬马克思列宁主义 而没有在将儒家的思想 进行新时代的阐释 可是 当你看到毛泽东 给自己的两个孩子 黎明里纳 用闽和纳这两个字的时候 你根本上就应该很清楚 毛泽东对儒学的沉寂之深 好 我们继续 故君子于大 就是君子要说到的那个大 天下莫能宰言 你看 子思此时已经有了宇宙观 君子所说的大 天下莫能宰言 天下就是肉眼所见的天地 不能承载 宇宙是无限的 天地所不能承载 于小 天下莫能拨言 你说小 小到什么程度 没有能够拨的 就是你可以无限分割 所以前两天李正道死了 李正道当年跟毛泽西 讨论过哲学问题 后来讨论到粒子的分割 毛泽东认为 还可以继续分割 所以后来发现粒子以后 被称为毛粒子 就是毛泽东实际上用的哲学思想 恰恰是中庸的 于小天下莫能破烟 这一句 就是可以无限分割 无限分割 不是不能分割 不是以道极限 是我们的认知 碰到了南墙 天下之大 我们并不能完全了解 天下之隐之小 我们也并不能完全了解 天下莫能载烟 天下莫能破烟 看看子思的豪气干云 子思上来就说 君子之道肺而隐 此处 此处 子思将肺 也视为 君子于大 天下莫能载烟 云 君子于小 天下莫能破烟 我国伟大的圣人们 2500年前 就有了如此的哲学高度啊 所以他说圣人不知 圣人不能 因为还不知道嘛 天下到底大到什么程度 我们今天也在不断的探讨 所以他说圣人也不知道 如有神 可能神知道 但是儒家 敬鬼神而远之 所以他说 不知道 诗云 冤非利天 利暴利的利 冤呢 应 抖动翅膀 飞向 利是 迅猛 急切 飞向天空 愉悦愉焉 就是 应祥 愉悦的样子 毛泽东也喜欢用 这些 诗经上的一些 形象化的东西 来做逆人的诗词的表达 这里边 紫斯说 诗云 冤非利天 愉悦于冤 言其上下查也 冤能查上吗 于能查下吗 言其上下查也 查 是研究 分析 判断 逻辑归纳的意思 这不是 冤或鱼 能做的事情 是在说人 说君子 君子 就应该像鹰那样的 在上查天 像鱼那样的 俯身 查 水 像鱼那样 鱼那样的 上下查也 言其上下查也 君子之道 造短胡夫妇 及其志也 查胡天地 后边 开始点题了 这一章呢 将被 整个的后边的中心 拉开序幕 其实我读的时候 挺激动的 君子之道 造短胡夫妇 你看紫斯这个人 好不好玩 他说君子之道啊 发端的地方 就是愚夫愚夫啊 普通老百姓啊 男男女女啊 但是到他达到了 极致的时候 究竟的时候 他其实是对天地的研究啊 查胡天地啊 既是浩瀚 无边 也是细微不见啊 隐啊 君子之道 废而隐啊 我 读中庸 尤为喜欢 自私的 废隐章 你读完 废隐章 你恍然就明白了 王阳明 王阳明的新本体之论 体用之论 在这里 你就找到了 好 我们今天回到 开篇 回到开篇 我们整体上 做一点点的整理 回到现实中来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 已经形成了 人类发展了 数千年 上半年 有文字历史 已经超过五千年 那么人类形成了 人类对自然 宇宙 对人类社会啊 对自然和社会的 广普性认知 在这广普性的认知过程中呢 形成了 现在快 快形成了一种 全球化的一种 道德判断和道德认知 当然是 关乎 政治 经济 文化 等诸多领域的 广普性的认知 往往被 一些人 做出 某种 具有 宗教性质的 主义 的概述 比如说 新自由主义 我将知 这个 翻译成 新殖民主义 能不能说 它完全不对呢 在有限时空内 它可能是真理 比如说 对市场经济的理解 比如说 对集体经济的理解 比如说 对计划经济的理解 它可能在 有限时空内 是真理 但是 如你有本体论意识 你懂得中庸之意义 和中庸之本质 你可能也会在1960年 像毛泽东那样开始质疑 苏联社会主义 那个曾经被奉弱神明的苏联社会主义 在毛泽东研究完苏联政治经学教科书之后 将它定义为修正主义 苏修 很多人对历史呢 不严谨不严肃 他们会觉得很好笑 你不是昨天还是照着他做吗 跟他学老大哥吗 怎么你第二天又说他是修正主义呢 苏修呢 难道仅仅是政治上的判断吗 政治上的需要吗 在我国要完成对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的整理的时候 你必须回答一些问题 就是当时的政治家是如何进行思考的 你如果这个回答不了 你就认为是简单的人事斗争 偷鸡摸狗的事情 那你理解不了一个大国 实际上 毛泽东已经清醒的意识到 苏联的社会主义 与马克思本意上的社会主义 不是一回事 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 不是马克思本意上的社会资本主义 因为资本不在社会手上 而是一个由精英组成的政府代持 精英组成的政府 以国家的名义代持资本 而精英组成政府的国家代持行为 在经历N年之后 必然异化变质 所以毛泽东在1960年代 已经给苏修判了死刑 你看出来 胜者的远见着实了吧 那么如果说国家代持模式 这个国家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好方法的话 那么什么方法比较好呢 我们回到今天当下的现实 新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一个非常老套的东西啊 从修默 修默提出人性论 到亚当斯密 写出国富论 提出自由交易的整个的原则 从人性论到国富论 整个的过程 构成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烂商 然后他带来了资本主义 盛盟发展和繁荣 在特定历史时期 这是非常先进的 非常伟大 然而 这个先进和伟大 有其历史的实应性啊 所以 为什么回归本体论是重要的 因为本体上是无二无别 无对无错 无好无坏的 回归本体 从本体出发 再回归回到现实 在体用之间来回的摆荡 我们就可以进行中庸之道的正心以中的功夫了 我们在正心以中过程中发现了什么 发现了在苏联解体之后的新自由主义 根本就不是自由主义 更不是社会主义 它是一个纯粹的极端金融资本主义 请再听我解释一遍 苏联解体之后 整个西方世界在没有对手盘之后 开始出现了政治制度 经济制度的迅速的衰落 或者是堕落 所谓的新自由主义 或者是华盛顿共识 本质上是极端金融资本主义的滥伤 它已经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可能很快我们就能看到 它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有可能你会说 难道西方的思想家死了吗 西方的思考者不存在了吗 我必须非常严肃的告诉你 我必须非常严肃的告诉你 中庸之道之难啊 孔子在中庸的前十章里边 一直谈中庸之道之难 难 即便是到了第十一章素颖章 孔子还在说呢 君子一乎中庸 君子尊道而行 半土而废 君子能尊道而行 但还是要半土而废 体用之不能啊 只有圣者才能一乎中庸 顿事不见之而不悔 为圣者能之 其实中庸这部书 想读懂 还真的比邓天还难 它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不然也不至于 一物两千五百年越说越乱 西方的思想界 有没有君子 恐怕很少有君子 君子尊道而行 半土而废 恐怕是广普性的现象 西方世界 还有人能依乎中庸顿事不见之而不悔吗 至少我现在看不着 因为西方思想界 很少再有我们所能见到 像我国圣人这样的圣者能知 坚守中庸之道 坚守真理 认识到事物的本质与规律 并坚守真理 太难了 因为你认识到本质 认识到规律 你可能就会跟中国人站在一起 这难道不是政治不正确吗 甚至连基辛格这样的智者 连当代美国重要的经济学家 全部站在了反华的立场上 你不觉得 中庸之道 太难了吗 然而他们不转过来 不能坚守中庸之道 那么新自由主义 就是我所说的极端金融资本主义 极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 必然走向历史的反面 走向历史的反面 将带来一场 整个西方世界 不可避免的政治灾难 经济灾难和社会灾难 难道我今天讲中庸这堂课的时候 我们不是正在见证历史吗 孔子 子思讲中庸之道 有说谁不对吗 素隐章里 孔子只是说 素隐行怪 后世有树言 我服为之以 素隐行怪 后世有树言 今天我们看到的西方世界 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论述 以至于新自由主义论述 在我国的圣骄城上 难道不是素隐行怪吗 他们被捧到天上去 他们尊享荣华富贵 后世有树啊 真正的君子只能服为之一啊 因为君子 一呼中庸 顿世不见之而不悔 圣者能 其实 我读素隐章 隐隐有共鸣 我不是说我 隐隐有共鸣啊 因为人这一生走的路 往往 往往会随大流 小平同志 在跟子女讨论 长征的时候 他说什么也不知道 跟着走 随大流跟着走 并不能理解 未来的路和毅力 只是跟着走 大多数人 小平同志已经是非常极端的智者了 大多数人 其实是依照 别人的逻辑 别人认识的 形而上的逻辑 形而下的逻辑 在走 迷迷噔噔的在走 能够做到 正心以终 修身以和吗 如我们认识到 新自由主义的问题 我们知道 新殖民主义即将破灭 那么我们如何来阐释 新时代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 我昨日一位朋友说 能否写一部 关于新时代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金融的小册子呢 要有一次 正心以终的功夫 要修身以和 要重新解释历史 解释现实 为什么用这么大的气力 讲中庸呢 就是这个意思 今天的中庸第八奖 非常非常重要 好 请大家记住 素隐章和废隐章 如你乐意 可以将素隐章和废隐章 背诵下来 冤飞立天 逾月于冤 作为七夕的礼物 送给大家 好 明天下午三点 十一不缺 周末愉快